他拿出來的效果不好 他還是想要更多的主動性 肯定有一點這個陰影在 所以是選擇換成了茂凱 但也是有一個比較遠程的開戰能力 他其實有雷歐 他也有雷歐娜 那當然對於西方隊伍擊敗中韓 可能要回溯到2018 沒錯 而且當年好像也是10月20號 也有這麼一隻叫做G2的隊伍 成功打敗的RNG 那今年有沒有機會 在今天再一次締造歷史 當然G2在1920年也都有好表現 但是在20年之後 不管是NA或是EU都 很難跟中韓隊有抗騰 就是八強再擠到一隻門票已經算投效 真的要贏那是難如登店 沒錯 但FlyQuest不但是拿下了兩場勝利 而且他們是真的 紮紮實實的贏下了兩場 靠著自己的團戰 靠著自己的理解 這次換全聚來主動換線 來到今天第四場比賽 藍方捐絕紅方則是Fly 而且FlyQuest看起來有點想要踩回野區 因為其實現在到了八強以後 也開始有隊伍是願意在一等 跟你做all in的 他們不會真的直接讓你換線 他們更願意直接在一等跟你碰撞 卷捐絕還是要來進野 他們要用的是他們最喜歡做的 就是 三個兩個人進來逼退 打野 然後可以連自己的野去開 來確保他的刷野最大化 是 但Espire看到對方輔助的同時也知道 對方來換線了 所以是投野顧回就往下半去走 瑞空其實也一直都是在一個比較靠近中路的位置 所以他是可以跟著自己的中路去做經驗的獲取 但Espire怎麼跳上去了 Busio點的是W B出的閃線 這...有點誤判對方的輔助未遲 而且Busio的這個戰略 他是為了幫助自己的打野把野區搶回來 因為感覺剛剛Trophy其實第一時間沒有看到瑞空走出來 所以他是跳上去的 對 反正自己閃線沒了 反正Busio這波我覺得他的... 判斷很好 他也沒有要上二 就是直接回到塔下幫忙防守 然後因為 Canyon必須要去刷自己的野怪 他沒辦法進對方的紅區了 所以他也不會有月塔的壓力 是 只要幫助Busio順利的把這個塔下的兵收完就好了 Busio再來到上路 然後算是做到了一個換線 不過好是輔助跟著上路一起來吃兵 兩邊的打野節奏就沒有落差太大了 但冒開走進來是有被察覺到的 然後選擇要去抓這個Page Page閃線暗出來了 對反而是LeHands這邊跟Inspire一個... 打了一個照片 有看到 再一個頂上去打出被動 Busio 看到Busio在後面的時候LeHands也交閃線 反而是下路主主動換線 但閃線都沒了 Busio這個靜野的判斷 我覺得很有帶上去 他想要幹嘛 因為他沒有任何人可以配合他的靜野 他們的人數上在上半部是劣勢的 所以其實他沒有任何靜野能夠做到的事情 他身上也沒有眼 他感覺就只是想進去就看一下 對 看出事了 他剛好跟豬女打了一個照面 結果反而復速的代價是雙人線的閃線都掉了 是 那... 好像怪怪的 好家在剛剛Marsu沒有斷到King的回程 不然這邊他又要被斷一波節奏了 那... Genge是再把線給換回來 還是交了TP 直接上線 中路的話 邱比也是率先回程 也交了TP出來 我覺得最意外就是 反而是在這個系列賽目前為止 前期整體的發揮FlyQuest是比Genge更好的地方 主動的換線 然後以及防塔殺的意識 對 都看得出來有 算是真的 這個... 然後配置這邊是先回補的嗎 他... 雖然說現在是多補了裝備出來 但是... Sies上面也落後Marsu一些 Fly Inspired的位置是有被看到的哦 所以Genge是越過了兵線 稍微的... 想要來給Crow的一點騷擾 對 但好家在就是 Canyon他還有反到對方的下半區 反到了兩灘 所以在打野上現在是已經拉開了 是 兩百塊 對 蠻顯著的差距 是兩灘 加上雙和蟹 就打野上面 可能也是Genge這一場 必須要依賴的重點 沒錯 那這一場的... 前期兩邊就是比較少的 碰撞了 這場選舉必須要拖到... 整個Canyon來Carry了 他... 他現在的領先量是很...很大的 那第一組的右蟲 再待會一分鐘之後才會出來哦 其實前期兩邊都沒有什麼太大... 應該說太多的碰撞產生 對 那這樣比賽說的話 如果真的... 繼續維持前面的比賽的節奏的話 那是回家補出了水滴 在伊德瑞爾這裡哦 在丘比 這一場的對線就打得是相對的積極很多 其實在平方的換血上面 伊德恩也是選擇跳 即便是沒閃的 但是... 都有掌握到對面服也的位置 那現在換線 又是配置來到上路 一樣 圈具要繼續控... 右蟲 他們目前... 三場下來他們大部分都是控右蟲 對... 是 好像以Spike是蹲在了Quad的後面哦 只要丘比敢跳上來 那就是給他一頓出寶 好這邊剛才補一口 滿...滿讚 丘比這邊吃到這口回血 讓他在對線上又更舒服回血 一個滿...算是幾乎滿血的狀態 那當然另一邊也是主動開啟了右蟲 Spike同時也盡量在做交換 所以就是龍跟右蟲的交換 就算是跟前面幾場 比較類似的 兩邊都在做交換 那Quad也是走過來稍微看了一下哦 那當然現在同樣都是五等的情況 像Marsu就是完全不怕 征服著打出來 但是這邊空了一個Q 普攻 可以 再打出一個W 那要看一下鏡像這邊 打仙打的血量 會不會拿到了大絕了 所以現在其實Trovie也不敢... 在卡下還是扛得住 對就沒有那麼擔心可能就月塔了 再被拉回來一個拼死一搏 把Marsu是帶到塔下 不過Kin 恭喜他哦 還有個Q3 Marsu可能要掉閃 Marsu是閃現不按 手把給到了Kin 一打二 OK KIN生氣了 他前兩把Q3閃啦 哇 但他是選擇... 凹數月前一沒有 Kin就知道 機會來 他當然要按一定也是最後一刻按 他不能太早按 因為這樣一定會被Q3閃燈死 他想要拖到最後一刻但按不出來 那就是比較可惜 這樣反而是在線上 哦 沒關係我打得你的AD 但換另一個人 換上路來跟你打 怎麼辦 但是目前為止 娟劇的換線主力其實是有一點點稀釋 升到PACE 可以看到他現在的CS數是... 啊對 落後很多 他反而吃兵比卡商帝還少 而且FlyQuest在應對對方的主動換線的時候 都有盡量的 嗯 讓對面的小兵多死一點 所以至少讓你在換線的時候 你可能賺到一點節奏的領先 但是我一定會讓你 多少損失一點技術 因為經驗上面其實也可以看到 AD就差蠻多了 對 七等現在才... 算是剛上六的配置而已 然後包含在上路的部分 其實Briple的經驗值也是領先的 所以GENG的主動換線是有 呃...至少在經驗跟小兵上面被FlyQuest懲罰到 不過好消息當然就是 中野的這一個... 發育是沒有落後的 所以感覺又被敲回來 然後吃到一下塔 對 Briple雖然說有一個紅怒 什麼時候要出手 我覺得卡商帝還是... 就是... 對King來講 算是相對最舒服的啦 是 也是玩得最舒服的 這個決定有捲到... 欸 帶球V! Q閃! 被留住了 閃線最後一刻才按出來 球V也會犯這樣的失誤 他絕對有反應的時間把球女的這個... 跳走 對 跳走 他沒有跳走 然後後續直接被跟上了... Q閃 哇 這一波的配合 甚至還交了一個死亡閃線 哇 連球V都出了亂指 對GENG不是好消息喔 有一點這個... 脫一點 對 然後現在... GENG這邊唯一領先的就是... Canyon 但是因為他們的線路 大致上是... 沒有太多的線權 所以其實你也比較少看到他平凡 搭配... 可能有... 足夠有手時間的Lehan's來進野 Lehan's四場比賽比較被綁在線上 對 尤其是... 在AD... 應該說下路上面其實是... 一直都被推線的 所以其實輔助是沒辦法動的 對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耐德意其實也不好進 因為他想要來進攻 VPo! 先繞出了自己的閃現 回到了塔下 大絕暗出來 是Lehan's率先的扛塔 但是後續的傷害應該是可以足夠 把這隻鱷魚... 給... 擊殺掉 那這一波... 四人的月塔 而且Lehan's也沒到 對 他們是三重喔 所以... 同一層引SPIRE去吃剩下的三重的時候 GENG要想辦法多換一點護匣回來 對 甚至是有可能直接拿手塔的 因為這四個人其實都在 只有輔助回家 對 特別是要去幫PACE補一點點的經濟 他前面的落後量比較大 所以多拿幾層護匣回來 對 但是接下來就要看 因為Chovy也把自己的TP交掉了 所以他們... 上路輪轉... 輪轉的速度會辦很多喔 不過... VPo好像是TP還沒有好 所以下路這一層是有可能再被拿走的 對 他們看起來想要直接拚手塔來... 對 應該是要拚了 來賺錢了 來插一下 可以 在滿早期11分鐘 就把護甲以及手塔都拿到手 這一場圈具 前面是有著不小的領先 對 那Flipers當然交換到三條蟲嘛 然後上路應該也拿到三層左右的護甲 是 就AD上面來說 只是讓PACE追回來 但其實並沒有領先 對 可能比較大的差距還是在上路部分 沒錯 康蒂已經出了大狀了 所以他繼續留下來對 然後反而是選擇讓他們的AD回補之後往中走 那就應該是吹蠶然後去接上路兵了 現在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盡可能的讓PING黏著對方的鱷魚 是 現在互打鱷魚已經會很難受了 現在第二條小龍也是捐具 來掌握 不過FLY在第一條是有跟對面做到交換的 看這邊又進去對方的鱷魚 渡了很深的眼了 走回來有被看到嗎 好像是沒有被看到 其實兩邊都是算是往對方的家裡去吵 但其實這根眼的意義 我覺得沒有那麼大 反正他現在走 他現在這個位置 可能有點危險喔 但這個捲又把PACE的大閃線給捲出來 不過後面有了 這就是一個落背的冒海大絕 跨著雖然交出了閃線 那拼死一波把PACE帶到很遠的位置 跨著沒死 甚至再按一個日輪出來 PACE也沒倒 感覺King想要拉跨著 但他拉錯了 對應該疊在一起了 不過Lehan這個落背確實是有向盤 對 直接搭配 但King還在持續地做追擊 我是開山PACE就往隊友走 所以再拿兩層 其實PACE 這一波也把經濟再做一個超前 不斷地利用防禦塔給的全球經濟來賺錢 當然Inspire知道 這家裡一定有演 對對對 他知道一定有演 怎麼可能後面會有人走出來 但這一波捲卻嘗試很可惜 很漂亮的嘗試 哇這個就是Lehan絲的老經驗 那一波我覺得 啊你這個繞沒什麼用 但 馬上 這就是茂凱大絕能夠有機會起到的效果 從樹林裡面走出一顆大石 而且是搭配King跟Canyon的追擊 但傷害剛好被化解 被一個治癒被窮女的護盾 還有他只有自己King的操作失誤化解了 這一波其實是交了比較多的大絕 但一樣沒有抓到Fly的人 所以經濟一樣是持平的狀態 對 而且付出了兩個閃線 那也換到對面的兩個閃線 而且整體而言 並沒有說真的很賺 那這個可能也是他們微選冒凱 想要拿出來的秀 嗯 有更多的開戰角度 是 而且在陣地戰當中的強度也會更優秀一堆 但這個就更仰賴的是選手個人的發揮 對 那冒開輔助看似簡單 當然大家SoloQ就是 那種玩那種主一丟出新 然後出AP的 然後就覺得好像 然後刷一下傷害 就好像很好玩 出去看結算 對 如果你玩的是這種開戰類型的冒開的話 他的W的範圍其實真的很短 所以 你除了大絕之外 你要在會戰當中 找到正確的開戰的目標跟對象 其實不簡單 是 因為你又不是坦克的冒開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對 沒有那麼多的容縮率 好的 當然打野上面領先一樣還是有 第二條 應該說 預示著 選舉是讓冒開先來啟動 但隊友可能還有一點遠喔 還有一點距離 而且剛剛沛才去吃了一下紅 靠速度也慢了 這波還要收一下中線 現在走過來有確認到 但是剛好輔助回家了 即便這波 其實 選舉靠速度也沒有很快 但是從頭到尾好像就沒有要競爭 看起來應該是打算要浪掉 繼續爭取一下發育 特別是鱷魚的發育 我們可以仔細關注一下 BuyPo他在 前期已經大幅落後的情侶 他是怎麼把經濟補回來 是 他現在就在邊線了 說已經開始在補經濟 但是Keyno是 吃完 就教育師者 想要來把這個動塔給點掉 也只剩下半血 看起來BuyPo他是 不是速推的 所以 捐具應對的方式就是 我要盡可能讓Keyno有推完線 游走到中路發揮他影響力 但如果沒有上車的話 這個中塔是擠不掉的喔 差一點點 有守住 但也跟掉了沒兩樣 對 當然 就是一下的事情 20滴 慢慢來 小包這邊跳上去打球女一套喔 但是Code 大絕有捲出來 而且這個冰河洛龍剛好暈到 跳過來的球比 不過交閃 球比還是成功的 有換掉對方的球女 他應該要死了 因為隊友都趕過來了 而且在一個跳 感覺好像也只是往對方的家裡走 人頭想要給Marsu 最後是被Drew給拿到 然後裡面Keyno也是被B閃 結果打成一個一換一彈 同時間捐具的中下都有推進 所以這個交往還是可以接受 那Inspire的意識真的很好 剛剛那波Code有一點點漏掉了 因為奈德利丟完玉石的時候 他 應該還在上半步 他不上車的原因就是 他想要再 再把握他可以坐視的時間 那他確實是找到了這個機會 跨了剛好閃線也差一點點轉好 但這波Inspire空中的一個大決 是有中斷球比的輸出這麼一秒鐘 那也是讓球比必須要暗閃 所以是到一個比較深的位置 這個捲的效果其實就沒有到太好 雖然說有一個大天使的護盾 以及日輪 不過還是保不住 對 球比交閃 然後把輸出打彎 那他當然也是注定要死了 是 不過這個人頭最後是被Inspire拿掉 也是算好消息 對GENGY來說 沒錯 歐美的粉絲還不敢開心得太糟 對 還不敢拍手 質感小力的 這種感覺我們都懂 沒有 拿到第三分之前都 對 不算 沒有打破主堡之前 沒錯 好 但 DH的位置其實是有一點危險的 交了閃線 烈地衝擊已經結束了 而且也被Inspire給盯上 雖然說是BANG 再加上自己的Q 想要來緩速 不過日輪結束的同時 也是自己的死期 QUAD 拿下這個人頭 而且是在小龍出生前 死掉的 不太確定是在什麼情況下 被豬女黏到的 因為豬女其實是沒有閃沒有大的 暴凱確實 他 相較於其他的輔助 他的跑生手段就更慘 好 冰箭冰中的冰箭 有命中不易砲 拚死一波 先把Wipo給帶出來 但是先把小兵給輕緩用 Wipo 還可以安全地撤退 但是Keyo來了 不要再上一次 哇 這一錶已經命中 扑咬上去 被閃線給躲掉 但沒有關係 還是給收掉 哇 剛好有錶 好的 想要來收頭 不過Keyo有一個精神成功化解 他的守望者 然後這個 還手的不完 所以捐具的交換還是做得很即時 很快 起到了奇效 但這個中塔 看一下Marsu有沒有把他點掉 然後冒凱已經來了 那應該沒有辦法 而且剛剛他們的判斷很 很有自信 但你是不是還想打嗎 Marsu先來 DX大絕 其實沒有留到人 在一個反身的滅河勞農斯 有控到Payce 但是球女沒有大捲不了 Payce的精華也按得比較可惜一點 他第一時間覺得不會有事 但是看到球女過來 但球女其實剛剛 沒有大絕的 對 他已經把他捲掉了 所以他的這個精華有點嚇到噴出來 是 但還是一個比較穩的選擇 因為不太確定 這個傷害夠不夠 剛剛捐具的這波call很精彩 他是在Payce的冰箭命中之前 球女就已經先按傳送了 他知道這個冰箭會中 而且就算沒中 其實Kennyo也已經在後面了 然後這個塔薩是勢在必行的 這個塔薩其實不好 不簡單 你看畢竟 哦 幾乎同時 準備要命中之前已經先亮傳了 他們知道這個時間點 因為 The Hands的失誤 他們必須要應對這個失誤 做出極少的交換 然後有被他們打 而且Kennyo果然是 這一表真的好準 對 沒有這個奈德力的標 沒有這個探索者或玩的話 可能 但凡一個都沒有 可能就錄不掉 沒錯 而且這一波的擊殺 也讓他們後續可以把他拿下來 那這一表還標出了一個表情爆哦 不是 你 會在長波波那麼少 但是 Vipo的表情一次都沒有漏啊 還有休息室啊 很多啊 該看的都有看到啊 有一好沒兩好 有一好沒兩好 好那 欸 Kennyo的話是被留在前面 交出了自己的閃現 坦字夠坦那三次有點太皮 有一點太皮了 那閃現沒有的話 其實Kennyo就會少了蠻多的操作空間 但因為沒有中塔的關係 所以弗賴其實現在視野是有點出不太去的 沒錯 現在都是被壓縮在自己的二塔 Kennyo三座外塔全拿 然後FlyQuest一座都沒有拿到 他們還是有把這個LCK這種利用對線 然後展開來的中期營運表現出來 對 這是我們比較習慣看到的Kennyo 其實Kennyo也不打快 他就是這樣慢慢的磨慢慢的掐 那接下來進入這個時間點之後 就是Kennyo的拿手好心 Vipo又是在側邊 應該說弱邊又遭到了一點問題 冰箭又來了 有一個冰箭有命中 那Vipo沒有辦法走 For three 三分球 這個是一個Local Charm 是 這一次 而且應該是有緩速的關係 所以 鱷魚是扭不掉的 他其實有嘗試在走位了 他第一場艾希沒很準耶 但這場好準喔 是 而且都是朝著Vipo的去 已經抓到了這個走位習慣了 來Inspire 其實在後面的位置是沒有被看到的喔 目標要看一下是選擇誰King 先用大絕做了一段位移以後 Inspire想要留 好彈 還有一個開山披露 然後奧斯爺先上去之後 Marsu想要再做傷害 我前面有很多的小兵以及護盾出來 所以也留不住了 這個真的太硬了 好 可以看到博士爺的位置了 想開啟隊友也是跟不上的 好像 邊線 接連出 就是捐局最喜歡的節奏 反而是 整體來說 現在經濟全部都是捐局領先的 五條路線 所以剛剛又交了招在 超級坦的King身上 有水晶血 也不會太害怕中雨的4CC 反甲已經套出來了 所以待會兒Marsu 能對他造成傷害其實並不毒 然後他們接下來的重點就是 已經快要把一座二塔摸掉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想辦法讓 丘比分到這個下路二塔的錢 他的經濟還是最重要的 是 尤其是雙射手到後期 對 所以現在丘比 不管是利用TP 或是接下來的線路的調配 想辦法讓他換到下路去去分到這個錢 會滿東西的 但丘比知道自己有危險嗎 應該是有稍微秀到 所以是走得比較安全 那裡面King用 過來的同時也造到的布斯友 伊澤瑞爾大結其實效果並不是太好 那下路線也是持續有 捐舉再帶 那現在Fly其實是有點PP奔命的 想要抓到後面有一個BP的傳送 但是丘比 但好像是走錯位置 所以King可能留不住嗎 丘比也亮梯了 也有TP 現在還想要再追 這是一波的3打3 確定要殺14人的卡桑蒂嗎 但卡桑蒂過來 又是一個遠望兵 接而跨的這次有扭掉 但丘比往前跳 反而自己又掉傘 好險是Keyo也趕到 所以這是一個人數上面的差距 King 靠著兩界裝的優勢 還是持續往前挺進 這個Keyo雖然說沒有撈到 但是 一個閃電上去的枯咬 Keyo留住了 也同時要把Keyo的姓名給留住 沒有 Keyo還在最後一下 但可惜 已經遲到應屆前 Keyo還是成功擊殺 世界最強奈得利 就在這裡 當年世界冠軍的 但丘比是不是很久沒玩小炮了 他的小炮是以抵消控制出名的 但今天 差強人意 極致的這個扭球員大決 都不是太理想 好像在這個King真的太肥了 領先全場兩等以上 他其實是頂住了第一波的傷害 然後兩個TP也下得很即時 但是我覺得FlyQuest 首先就是這個場次已經很不好了 你就算殺掉了14等的King 說實在話也沒有辦法為他們賺到太多東西 對 反而有非常多被反打跟追擊的可能性 現在Fly感覺也是知道不能再拖了 所以現在一直跟著大部隊來踩屍也就好了 是 那裡面小炮也是在把線給推完以後 趕過來要跟正面的隊伍會合 對 這一波是讓他拿到了擊殺 也分到二塔的錢 所以這個是選舉剛剛想要的劇本 只是用更爽的方式賺到 拿到了經濟 然後同時也把差距拉開到了6000塊 這個經濟對於Fly來說可能已經有一點吃力了 對 現在反而是Fly要找尋一個團戰的機會 而且選舉這場比賽有做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他不讓BuyPo去偷發育了 就一直都在邊線找他麻煩 一直讓King去對到他 而且是盡可能的給予兵線 你可以看到剛剛他知道他超硬 他知道對方的發育很差 傷害沒有那麼夠 所以你會發現 你還是有看到有角色在出 現在Fly有點被壓縮住視野了 巴龍也只能有一隻眼睛來爭吵 待會兒的小龍其實還有三分多鐘 現在兩邊的龍數都是兩條 這場比賽的塔 FlyQuest是一塔都摸不到的 兩邊的重擊比拚 Inspire是由成功守護住自己的藍爆 這個三牢 你可以看到Canyon幾等 15等 全場最高 比他的中路還高 他前面是刷得很開心 對 而且有把這個奈德力的價值 展現出來 大絕是刷空 裡面BREPO位置其實還不錯 反而是配置有一點 跟隊伍脫節了 但好險 有一個大兵劍在閃現的紅路咬 也把配置的進化跟閃現都同時都打得出來 這個決決到兩個人 FlyQuest 大絕空了 在卡桑蒂 這就是卡桑蒂 先把對方跨了給擊殺以後 正面小胞再跳拿到WQ 還有一標 也把Fly給打退 現在反而是捐取全面進攻 雖然說這個跳有一點危險 但沒有關係 因為五個人都還健在 卡桑蒂還在 又緩到B閃 那這樣的話吃個果子看 要不要給巴龍壓力 應該是 球比也沒過強 球比還踩在眼上 吃的速度也變慢了 但球比其實是在旁邊的 李漢的血量其實有一點低 又是球比又一次的肉身開團 反而拉到 反倒了 反倒了 爆炸 同時也要讓Fly來爆炸 下來是指示下一個Inspire 那這一波打完沒狀態了 可以踢出來繼續吃吧 對 球比可以踢出來之後 繼續來開Battle 這應該是Round 3了 還是要吃 還是要吃 再來一次 TP 是應該來自 這應該是小炮的 球比TP下來吃的速度很快 有一個Nao閃韌 還有海妖 後面有一個 後面來自King的TP 但Frag感覺是想要來偷的 快 這個位置又被盯上 而且還吃到那一票 再被推回來 一個接力RU 對 而且他們沒有 他們有繼續讓巴龍吃到醜 繼續扣血 捲局還在掉 還在掉 沒有打算要吃到底 但是看到你不來 那我就吃了 是用巴龍一直在勾引對方 Inspire想要來進攻 但是其實是沒有傷害的 這是一個超壽鱷魚 沒錯 再一個Q3撈回來 卡桑蒂 已經擋不住了 再往對方的塔下 再扛倒 再做擊殺 他必須要拿出比鱷魚更好的解答 其實鱷魚 有找到落單的配置 那配置是直接用他的兵箭 爭取了一秒鐘 讓他的隊友可以閃電下來綁住鱷魚 然後輸出直接灌在一個 不是很坦的鱷魚身上 是 哇 那這個Q3 Chop這幾波看起來都是用肉身開頭 對 每一個跳都是往前衝 但他勢必會因為這場比賽而更感到欣慰 因為他 他在劣勢的時候 他在決心的時候 他的隊友有站出來 是 King這一場 完全打出來了 King跟Canyon這場比賽完全有 HOLD住鱷魚的士氣 反正是Fly 這一場看起來是有一點困難的 想要抓他 在座 CLD HANDS 是 有一個球果 是幫助了 冒凱逃脫 現在有的發動士兵 想要來拿高地塔 一萬兩千塊28分鐘 滿絕望的差距 球女甚至是只有兩件 他的第二件甚至是出死木之花 所以他的傷害其實是不夠的 對 他傷害非常非常低 那唯一能夠仰賴的輸出 可能只剩下MASU 但他也就是只有兩件抓 BB來了 想要來抓 Inspire是抓到對方 不過球皮一個跳 就是化解了危機 而且King已經走到對方 後排臉上了 直接推走 King根本無視著掌不住 但我覺得FlyQuest也不想要拖延啦 就是趕快來吧 第五場 要來了 球皮甚至是還想要再刷一點輸出 但閃線B掉的同時 主堡一提包到我們的恭喜 來到第五場了 唯一一場打滿的八強 竟然是最後一個BOW 我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我要看到一點的台退